肖妹觉得呢 这边的房子呢 很像是 一个开发生的老板 他建了一个 他可能以前 自己是有更大的house 就是自己有地屋 但是呢 他想改善型的 有自己的公寓来住 所以他就打造了 根据他自己的理想型 打造了一个 自己的梦中情人 一个梦中的公寓 哈喽大家好 我是香妹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香妹又带大家来看房子了 首先我们在入户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 现在这一套呢 是一套样板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妥妥的这个中文字 就知道呢 这里一定是华人住的比较多 乃至是说开发商也是华人 好吧 那之前呢 因为有很多朋友跟香妹讲说 大家有这个需求 想让香妹带大家看一下 在马来西亚东马 沙劳岳首府古今这边的房子 那香妹这次呢 就借着自己来旅行的之余 带大家来看看这边的房子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呢 是一套185平米的三加一房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的这个空间面积就是很大啊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香妹的右手边呢 这边就是我们家的客厅的一个区域 看到他的面宽 以及他的近身都是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先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家的阳台 因为在沙劳岳古今这边是靠海啊 所以我们可以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阳光浴啊 蓝天白云 然后享受这片城市景观啊 当然呢在沙劳岳古今这边呢 大概的一个城市地貌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家里的这个视野是比较辽阔的 就是看到的都是这种绿意盎然的景观 好看完了我们的阳台 我们现在再往你走去看一下里面的餐厅 以及我们的卧房区域啊 在这里要讲一下呢 因为香妹这几天呢 在这边也看了一些房子 我发现沙劳岳的房子啊 古今这边的房子有一个典型的特点 就是他们会在地砖上进行一个功能分区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刚才香妹在客厅的时候的地砖 跟我们现在马上要步入到餐厅区域的 这个地砖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大家啊 日后假设有来到古今这边 可以具体留意一下这方面 再来的话呢 我会发现这边的层高会非常的高 那香妹目测现在的这个层高呢 大概会有三米三左右的一个层高 层高也是非常高 再来呢 因为这边啊 目前现有的住宅 最高的住宅楼也才22层楼 所以这边的所有的住宅 基本上都是很低密度的一个小区 所以大家啊 假如说呢 是向往这种低密度 然后的话 这种生活成本也比较低廉的一些城市的话 可以来这个古今这边看一下 我们现在说着说着呢 就来到我们餐厅的区域啊 在这样大的面积里面 我们是有独立使用的餐厅的 这个餐厅呢 你想要放长桌或者圆桌都可以啊 然后在餐厅的这边呢 就会有我们的一个L型的吸厨啊 开发商在交房的时候呢 一些厨房厨柜是已经做好的 但是其他的这些可移动架司是没有的 就需要我们自己来装饰了 好那我们沿着餐厅再往里走呢 这边呢会有一个我们的中式厨房啊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啊 它其实完全是一个开放式的 那在中式厨房进入前的左手边呢 这会这边会有一个保姆间的套房啊 那我们再往里走来看一下我们中式厨房 这里呢其实是一个完全开放式的区域啊 在这边呢 它会有一个我们洗衣房的区域 因为是完全开放式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晾晒衣服的话也是会很快干啊 简直是在自己家就有素干的这种场所啊 那这个朝向呢 我们可以望出去的景观也是很不错的 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周围的邻居 都是这种住地屋的邻居啊 好那我们看完了我们的厨房 我们再往里走去看我们的卧房吧 你看我们在这个中厨它的地砖又是不一样的啊 那在我们的中厨出来 在这边呢就会有一个我们家的卫生间啊 平时宾客来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边 再往里走的话呢 我们就去我们的卧房 那下面还有一个小观察到的地方啊 就是呢古镜这边的房子呢 它不像可能不像在吉隆坡那边 它是比较追求是说 我们的卧房都要是有自己的套房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 这边呢是我们的第一间卧房 它并不是套房啊 但是呢它的一个空间面积也是很不错 因为它185平米才做了三房 那同样呢这个大片的这个菜光啊 阳光都很好啊 阳光充足 大家就是其实下面有发现呢 古镜有一点点像台湾南部的一些城市的感觉啊 因为之前下面有去做环导游 所以来到这边我可能觉得有一点类似 可能像墾丁那样的城市啊 OK在卧房进来呢 在左手边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共用的卫浴啊 再进来呢 这边又是我们的另外的一间卧房 那这间卧房的大小呢 跟刚才看的第一间卧房的大小是差不多 面积相等的 那最后呢我们就去看主人房 这个主人房的面积是非常大的 而主人房呢就会是有自己的套房 以及自己的衣帽间 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主人房啊 其实呢它目前呢 大家是不是在镜头前 目前还没有看到衣帽间衣橱对吗 其实这现在我们看到的空间都很富裕啊 可以再放我们的衣帽间 但其实它里面别有冬天 等一下将会再带大家去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在主人房这边也是有我们的阳台的啊 OK 那我们再去看香妹刚才说的衣帽间 衣帽间藏在最里面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相信您的朋友第一次来您家的时候 可能都很难找到您家衣帽间的一个位置啊 这边呢就是我们家自己的一个衣帽间 衣帽间再进来的这边都会有我们的一个化妆间 以及我们主人房的卫浴都在里面了 这边就是我们主人房的卫浴啊 那这个房子的好处呢 香妹也看了一下 它就是每一个位浴都是有对外的名窗的啊 这个还蛮好的 好吧那香妹就带大家看完呢 这一个185平米的三加一房 当然呢这个项目呢 它还有更大面积的啊 昨天香妹也特意去看了一下 住在这里的豪车啊 停放的豪车啊也是不少的 但是大家可能更在意的是圈层 所以假如说您买了这里 可以把您的朋友都招了在这里啊 大家一起居住在这里 就生活便利性啊 以及日常的交流啊 就会更加的密切了 好吧那香妹带大家看完了这个房子 我们等一下再去带大家看一下的公共设施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低密度的房源 低密度的环境下 它的公共设施是很亮眼的 走吧 OK那据我了解呢 这个开发商的老板自己本身也是住在这里的 其实就我香妹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感悟啦 我觉得呢这边的房子呢 很像老板自己要打造自己的一个理想家园 然后在打造了自己的理想家园之后呢 顺便把自己周围的朋友都拉到这里一起住啊 这是我在古静的一点小小的感悟 然后呢通过呢我这几天在古静这边的打车 然后去到处走走逛逛 我发现呢在古静的一个交通情况 其实不管我们住在哪里啊我们去出行 不管是我们要去到啊 比如说最核心的啊黄金桥那边 然后就我之前住的酒店那边 要去啊最繁华的城市中心 以及是说你要去学校啊意愿啊 这些都是很方便的 好吧那以上呢就是香妹 带大家看到这套房子 假如说你对这套房子是感兴趣的 也可以来跟香妹了解更多的详情 好吧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不要走开 后面会有航拍 假如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也请点赞并关注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